大家好,今天就跟大家分享面膜眼膜 我有一款眼膜想跟大家分享 其他的都是面膜,大部份都是中價的 只有一個是貴婦級 我看很久沒跟大家分享比較中價的價錢 所以今天就跟大家分享這六款產品 如果有興趣就看下去吧 先分享眼膜,這個就是我想說的眼膜 就是Estée Lauder Advanced Night Repair Recovery Eye Mask 其實這個推出的時候都說得很癢 可以令眼睛大一點 因為收緊後位置沒那麼鬆,眼睛就會變得很大 當然我聽到很想試,然後我買回來 我都試過幾次了 它的面膜是這樣的 首先用的時候,要把這東西按 按到這裡,迫了一個位置上來 然後這個面膜就先按 先按濕它,然後濕完之後 就用來敷眼的位置 十分鐘,然後按摩進去 或者你過水也可以,隨你喜歡,每個人都不同的 如果你怕太黏的,之後要塗東西的就過水了 但如果你說不是,我喜歡當它精華素的 就按摩進去,再塗你的眼霜 我試過好幾次,有一個很大的留言 亦都是我最不喜歡眼膜的一件事 就是這些眼膜很少可以停留在黏住的位置 你倒下頭,或者你走來走去,它會掉下來 我很不喜歡眼膜會掉下來 因為我覺得沒什麼意思 因為你黏在那個位置,你想在那個位置 但它就... 這樣就移下去,移下去 我這個位置 然後我的眼膜是沒有反應 因為它沒有遮到我的眼膜,是掉下來 然後我就覺得pretty annoying 因為我要看著它的位置再黏上去 這件事我是不買的 第二件事 我不覺得有什麼分別 我覺得保濕補了一點 但我看不到有很大的分別 我用了好幾多次,我只剩下兩支 所以我都用了六支 我看不到即時... 即是我不是期望它的效果很長 但我即時都不看到有很大的反應 是看到有一點乾紋是掉下來 因為保濕了 其他修緊,眼睛撐大,滋潤感等 我完全不覺得 因為這個比較輕身,五粒 所以它的質感也比較輕 補水還不錯 其他產品我就不太看到了 如果你在找眼膜的話 我知道這個價錢是不同的 我會推薦Cisley這款 Cisley這款我之前已經做了評價 我會拿到下面,我不客氣 你們有興趣的話就去看看 整體來說 是比這款眼膜的效果強很多 而這個我看到有即時的感覺 SA Order這個我不推薦 因為我看不到有效果 接著就去到這款 這款我在Joyce Beauty買的 就叫做Way Beauty 就是他們這款面膜 這款很有趣,我一會拿出來給你們看 我就是比較有樣子吸引 所以我買了 這款面膜是Made in China 先說明 但是合理的 因為它是用中藥的成份 中藥當然是China最出名 所以這款面膜是Made in China 但我不怕,因為它是外國公司 所以我也有興趣試 而且它用中藥成份 我覺得在China製作 因為如果你在其他國家或外國 我就不相信你是中藥成份 其實它裡面是這樣的 它有一個夾夾給你 然後有一條好像這樣的Tip給你 好像實驗室那些 然後裡面只有一張Mask 這個包裝是一張Mask 先打開蓋子 然後放那張Mask 然後扭起來 然後放下 因為裡面還剩到一半 半個Tip的精華素 不要浪費 先扭起來 然後放下 然後Mask 用來敷 這個敷一至兩次 然後都是十分鐘的 它叫你不要過水 之後就塗你自己的東西 按摩吸收完之後就塗你自己的東西 我有跟它的,不要過水 這個Mask 綠色這個 我有其他幾款 我用了再分享 叫Stress Reliving Soothing Mask Stress Reliving Soothing Mask 它說可以 可以保持重量的水分 可以保持重量的水分 可以保持重量 我買的時候 阿Bia跟我說 是完美的皮膚 水又不平衡 而且有很多痘痘的皮膚 我當時買這個Mask 我是出了很多痘痘的 不知道為什麼 我這年的皮膚 都是一般的 因為可能試了太多東西 但我就是覺得 出了痘痘不要緊 叫我去買東西試試 然後可以分享 所以我現在覺得 痘痘的皮膚都不是一個問題 因為我可以試其他東西和大家分享 我覺得它的紙是很薄的 很薄的 敷十分鐘 其實很敏邊差不多乾 我不知道我是皮膚太乾 還是吸得很快 然後撕出來的時候 那張紙輕的 敷完之後 我是覺得保濕 明顯看到是保濕 但是你說對付痘痘的問題 是不是很覺得 不覺得 不覺得 然後我剛才不是說 它還剩下一半的精華素 然後我拿過一半來 倒在Carton Pen 然後敷痘痘的位置 或者我有一次試過 直接浸另一張Mask 整面敷 我用了幾次 我都覺得 對痘痘沒什麼大影響 我不覺得我的痘痘是快脫了 反而只看到 臉是比較保濕的 但保濕效果 都不是耐久的 第二天 下午就不見了 保濕又不是很強勁 我自己不太建議 因為我用過 另外有一些 對痘痘皮膚來說 是比較好 例如暗瘡水 我真的看到是快脫了 之前我說的 日本的暗瘡水 是真的快脫了 所以我又覺得 其實敷過Mask 為什麼呢 因為我又不覺得它真的幫到什麼 我的痘痘都依然在 只看到皮膚濕了一點 就是這樣 所以這個我都不特別建議 我用完其他的再分享 因為我有保濕的 還有另外幾款 我用了再分享 但痘痘這個 我就不特別推薦了 接著就到Kiehl's這個Mask 這個就是他們王企一的Mask 是Aloi Soothing Hydration Mask 應該是金棧花系列 因為你打開的時候 看到有些一絲絲的東西 提醒我他們金棧花的系列 是一個Gel身 所以都很輕身的 他說這個會Soothing 還有會保濕 因為它寫著Soothing Hydration 即是有舒緩有保濕 他說Refresh和Revitalize Helsey Looking Skin For All Skin Type 即是什麼皮膚都可以用 這個最好的地方是只需要5分鐘 所以很吸引的時間上來說 你看我都用了這麼多 它推出這個的時候我是很興奮 因為我覺得Kiehl's沒有這款 沒有這款的Hydration Mask 它之前出的那個白色瓶 我覺得很黏手 基本上你塗完之後 你這樣 你的臉跟你的手一起拔開了 所以那款我是不OK的 但我一直覺得 為什麼它不出這些呢 它終於都出了 我都很興奮 當然我馬上買了 然後我用了幾次之後 我發現了一樣東西 不舒服的 不舒服的 這個我皮膚沒有問題的時候我用過 有一點點涼 挺舒服的敷上去 過完水之後 是發現皮膚明亮了 還有保濕的 這個是皮膚好的時候用 皮膚OK的時候用 沒有敏感的時候用 OK的 但你問我我會建議 配合皮膚和油膚 我覺得乾皮膚除非你會很頻繁地敷 否則這個略嫌輕身了一點 如果你是很乾的皮膚是不夠的 你乾皮膚現在的天氣都不夠的 所以這個我不會特別推薦給乾皮膚 我覺得油膚和配合皮膚就會舒服一點 但如果你買這個不是因為它保濕 而是因為它舒服的話 我不建議 我皮膚敏感的時候出了很多紅點 然後我就想它寫舒服 是不是可以降紅令皮膚舒緩一點 然後我就敷 敷的時候都是涼涼的 有一點點刺激沒有問題 因為我很乾而已 然後敷完之後 我都沒有塗其他的 我坐在這裡 過完水的一刻 我看到我這個位置紅了 然後坐多一會 整條紅了上去 然後我就跟Mr.Honey說 不舒服 所以我得出的結論 有時候皮膚不好都是好的 我得出的結論是 你皮膚無綫無幹 買它來保濕 而你是油膚和配合皮膚 OK 乾皮膚不夠潤的 如果你皮膚已經出現敏感 你想用一個Soothing Mask 幫你改善乾 幫你改善不舒服 這個我覺得不可以 因為我敷完之後 我的臉比未敷紅 所以在這個類型中 我是不推薦的 然後到這個品牌 我還沒說過 就叫Canvas Canvas 這個就是 Instant Hydrating Mask 就是他們的Ultra Moisture系列 其實這個是澳洲的品牌 Made in Australia 我最初是很興奮的 我去買的時候 我就問BA說 這個保濕面膜 如果出了敏感 即乾到敏感 這個可以用嗎 然後他就說 更加是這個要用 因為這個可以舒緩敏感 我覺得可能我跟這個品牌不配 我做完之後 無論我皮膚好或不好 這個敏感 15至20分鐘 要長一點時間 15至20分鐘 然後你就可以過水或抹它 然後塗自己的品牌 我皮膚好的時候 我敷感 我又不覺得很明顯的效果 我皮膚不好的時候 我更加看不到什麼 所以我聽出的結論就是 我敷完這個 通常都是 我試了幾次的 我敷完之後 我都會看鏡 沒有什麼特別 我又不覺得很保濕 又不覺得很滋潤 又不覺得做了什麼 我只是覺得我坐了15至20分鐘 後來我都是沒什麼感覺的 然後到晚上擦東西 或者第二天化妝 都是沒有什麼特別的 跟我不敷這個面膜來說 然後我每次敷完這個 第二天都拿回Avan的舒適面膜來敷 我覺得Avan的舒適面膜 我還看到大效果一點 如果皮膚很乾 或者皮膚有點不舒服的話 我敷那個是沒問題的 亦都覺得很保濕很潤 反而這個我覺得一般 還要以它的價錢來說 我就不特別推薦了 因為在我臉上 我看不到它做過什麼 剛才說的幾樣東西都一般 其實我不是故意安排到這個影片 只不過是剛好試過幾樣東西 都是一般 我照說而已 不過接下來 最後這兩樣其實是蠻好用的 Peter Thomas Ross 這個藍色的面膜 就是他們的Blue Marine Argyle Intense Hydrating Mask 這個非常好 這個也是啫喱狀的 比較清爽一點 它是橫彩藍色的 大家不知道看到嗎? 對,很迷幻的 所以我一看到它的顏色 我已經深深地被它吸引了 然後我覺得 我回來一定要試 它裡面好像有點閃粉 但我覺得敷了上臉上 我又看不到橫彩藍色 真的是在桿子裡才能看到的 塗上臉上十分鐘 然後可以過水 都不是太長時間 十分鐘就可以了 這個我覺得很好 因為它是啫喱身 所以我比較推薦 就是油肌混合肌 我覺得你會喜歡的 因為完全不黏的 但很保濕 然後如果你是乾肌的話 你不喜歡塗很潤的產品 但你會經常敷面膜的話 我覺得這個可以敷得密一點 其實是可以的 但如果你很乾肌 你要用比較潤的膜才可以的話 這個不是你用的 為什麼我會覺得這個好用呢? 這個其實是很涼身的 比起Kiehl's 我剛才說這個有點涼 這個是很涼 所以敷了上臉上 很舒服 冰冰涼涼的 然後等它吸引 其實坐在這裡的時候 我都已經覺得很舒服 然後過水的時候 我看到皮膚明亮了 保濕、彈首、沒有紅的 就算我皮膚好也是 皮膚敏感的時候 我敷這個都看不到是紅和刺熱的 所以我覺得是OK的 而且我看到皮膚不好的時候 我看到皮膚的效果是比較紅 通常我這兩個位置會比較紅 敷完這個都會比較高 當然效果不是很久 因為皮膚底層的治療能力低 所以隔了兩天之後皮膚又開始紅 但我覺得OK 至少即時看到都是降低了 所以我覺得它的效果是保濕 而且我覺得它可以舒緩 因為它涼涼的 而且吐敷完之後不見到紅 不會突然有一疊紅了 所以我覺得是OK的 而且皮膚是彈手和滑的 所以如果你在找保濕面膜 你可以去研究研究 不過FUN FACT FOR YOU 我看到這個保濕面膜 如果我沒有記錯 我買的時候 看到皮膚的價錢 我在萬寧買的 它是580元 但如果你想看的話 我會推薦 因為有時候它會買兩件 會百五折 所以到時候你才買就會划算很多 因為這個我都是夾了兩件 去買,然後百五折才買 因為我覺得580元我又不肯定 我不肯定我喜歡不喜歡 而且如果我在萬寧當天 因為我經常去萬寧都覺得是drug store 在萬寧那一刻 我不想給580元 因為580元是相反的 所以我等到它有折才買 如果有折的話我是非常推薦 但如果沒有折的話 我覺得還可以再好一點 所以我說有折才推薦 好了,貴婦級了 這個其實我想推薦很久 但我不知道放它去哪裏 我記得我有一個最愛的 如果做面膜的分享 它都要在 所以我集中在這個影片 所以這東西這麼高級 就放到這個影片 這個就是YSL All Hoosh Mask On Cream 其實它是面膜 這個乾肌會很明顯 Farmy Texture 很奶油的 你看到是很實的 然後你擦在臉上 你不要看到它很實的 你覺得真的很滋潤 這個比起它那個系列的奶油 是很爽的 這個你擦上去的時候 一邊擦一邊吸 吸完之後是不黏黏的 所以非常好 雖然要用潤的產品 但我都不想潤到肥膩 所以這個質感我是很喜歡的 如果你有興趣的話 你絕對要去Counter玩 你就明白我說什麼了 你擦的時候它是在吸的 你擦完之後皮膚滑但不黏的 這個怎樣用呢 就是你晚上用了你的Toner 然後精華素 然後睡覺之前 通常會用Cream 你將這個在一星期內 兩至三次取代你的面霜 然後你用給面霜多一倍的份量 就擦上臉上 按摩到吸收之後 你就可以去睡覺了 所以非常方便 又不用過水過程 你第二天起床再用清水過一下就可以了 這個我覺得非常非常好用 如果皮膚沒事沒有乾 你可能未必看到有很大的反應 但如果你皮膚乾到出粒粒 乾到粗粒 甚至乎乾到紋很多的話 我覺得你可以用這個 這個我的結論是 我覺得它比較適合problematic skin 即是乾到皮膚有問題的那些 我覺得你用完後 反應會比較大 因為我皮膚好的時候 我都覺得只是明亮了 以及緊緻了 但我看不到有太大的其他反應 但這個在我皮膚乾到很多粒粒的時候 而且乾到臉很紅的時候 我用很驚訝 很驚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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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可以說完全好 因為它不是羊 但現在看到是比未塗好 只是一晚而已 所以我覺得很驚訝 而且是覺得皮膚緊緻了 再化妝的時候 也覺得粉底是很甜的 我曾經回到YSL 問他們那邊 其實我覺得這個真的很好用 可以天天用嗎 然後他就說不要啦 最好都是一個星期一至兩次 或者兩至三次 他說不要天天用 因為我們有另外一個霜霜是天天用的 後來我就覺得 是喜歡到它這樣 所以如果你是皮膚很乾 乾到有問題的話 我都很建議你去試一下 甚至如果可以的話 問它有沒有相片給你試 基本上如果你適用的話 應該試一次 你就會看到我之前所說的效果 如果你不適用的話 你應該看到沒什麼料到的 那你不用買了 所以我建議 如果你去開YSL買東西的話 你可以問它可不可以試這個 我覺得這樣就最安全了 因為其實它真的很貴 2150元 但是BA跟我說用到半年 因為你不是厚膚的 你只是給平時的霜霜的份量多一倍 所以用到半年 也不是每天都用 所以是OK的 我現在一直都有用的 很乖 一直都有用 我一直在皮膚不好的時候 特別看到它的效果 所以這個我都推薦的 很快就跟大家分享完畢了 希望無論我喜歡或不喜歡 都可以給大家更多的資訊 當然我不是說我的評論是決定性的 因為Skin Care都是對不同膚質有不同的反應 只不過我只是分享我覺得最真實的感覺給大家聽 當然大家如果真的很想試或有興趣的話 我都很建議你看看其他YTuber是怎樣說的 好 我們下次又再會了 下次再聊 拜拜